从陕西延安回江西吉安 路过湖北 这里是福音高速G70的武当山服务区 这里属于实验室 之前来过这里一次 就这个服务区 还有印象 不过上次呢是开车 也在车里面睡了一晚上 今天呢我骑着摩托 再次来到这个地方 可谓是故地重游 今天我要在这里露营 给大家看一下环境 很多大货车 我找了一个角角上面 就在这旁边 搭个帐门露营吧 我感觉是还可以 就在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茶水间 能放点水 我都是冷水 表面都是100度的 那就是放不出来冷水 我还想放点冷水 方便一下洗脸啥的 不过我没关系 我先用杯子接 接着之后让它凉 凉了就可以了 先喝个水再说 这也是上一个服务区打的开水 到这里了 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一了 回江西有1500多公里 到这里呢 差不多有五六百公里了 算是走了三分之一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说 不开水 我不开不开水 因为我常常不开水 happens 这就是你的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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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气露营啊,非常舒服 不冷不乐 如果是在陕西,在甘肃啊 没法搞 在这个地方可以 不冷不乐 这个水啊,有点烫 但是好在这个毛巾是湿的 有些面震 还是有点太烫了 没有脸盆 这是一个令我非常烦恼的事情 哇 好烫啊 实在不行 把这壶茶叶水用来洗脚吧 这壶泡的茶叶的水 是下午装的 哎呀 这样洗脚就刚刚合适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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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啊 舒服 舒服 再去接两杯水 再淋一下 就这样洗脚 脸也洗了 脚也洗了 舒服 打两杯水 洗脸 毛巾往摩托上一挂 衣服一脱 最大就要去了 别说还是蛮新衣服的 别说还是蛮新衣服的 舒服 舒服啊 哎呀 就这么愉快的睡觉了 这边应该不值得呀 这个睡袋还可以当被子 诶,他们怎么设计得出来这东西呢? 诶,这一概,多合适 好,谢谢 拜拜 谢谢观看